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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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知道国民党的哪些立委是不愿意去支持他的 我们以前知道在2008年马英九刚上台了就国民党的立委在这个监裁院院长的时候就打了马英九一枪 所以导致马英九非常不开心才去接任这个党主席 现在他一样是透过这个美牛的这个问题来重新审议一下 目前新当选的这一届立委 谁是不听话的 那很明显啊 对到后期的时候开了这么多的这个大会 然后马英九再次去跟这些立委来拜托 他想说啊拜托美牛一定要通过啊 拜托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去守住这个关卡 马上就让他发现到底是谁 到底我讲了这么半天 你竟然还不通过 再来呢他也考虑到好吧 那么即便是可能是国民党自己立委可能没本事啊 或者是这个民进党恶意杯葛太强悍啊 真的在立法院当中拖过这个会期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嘛 因为马英九最后一招就是再用这个行政命令再次的强度关山 反正美牛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过马英九的目的 也在于此其他那几个都只是一些额外的一些额外价值罢了 这样子我们远山先生 你刚讲到这个马英九的一些心机盘算了 还有这个很多政治当中的一些权谋运作 那我想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美牛为什么一定要过 那美牛他对于人民的健康到底有什么伤害 或者说他对整体国家的利益 利害得失怎么来分析 因为民进党说反美牛是为了要维护健康 所以对美牛本身到底该不该反 对美牛这个问题啊 我们从民进党这一次在院会当中 这五天下来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新闻画面当中 他们所拿的那些标语 他们的标语 几乎没有提到美牛 毒牛 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 他们要提的是维护健康 不然呢就是提油电不要涨价 大部分都在提油电不要涨价 大家看画面就知道 为什么不敢提呢 很简单嘛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2007年阿扁执政的时候 也想要开放嘛 而且当时开放的那个瘦肉精的那个比例 还是30ppb 比现在的10ppb还要多了20倍啊 还要再多了20 所以他们自己也知道 这其实有点自打嘴巴的这个感觉 所以他们只好说 好吧我们是以维护健康来做一个目的 那当然抗争了这么多天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争取民意的一个支持 然后以此去告诉老百姓 哎呀国民党好可恶啊 你看强行要通过这个毒牛 来残害台湾老百姓的这个身体 马英九一定是拿了美国人的好处 马英九一定是拿这个绿卡 不能要说到 啊马英狗一定是拿了美国的绿卡 才会这个样子 所以这其实是符合民进党长期以来的 这个一贯的这个操作 就是套用毒牛这两只 就简单的把所有的专家的这些资料以及证据 全部都大而化之 专家证据没有人要看啊 莱克多巴胺什么克罗特 还有什么沙丁安城 老百姓不懂啊 选民也懒得观察 除非少数的专家学者专门在研究的 没有人会知道那个东西啊 反正一生他就是毒牛 马英狗就是要残害台湾老百姓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啊 好那么实际上到底 毒牛对于台湾老百姓有没有害呢 那因为这个专家其实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 要等到那个最新的一波的调查出来 我们来谈 有一些立委要求说 至今啊 没有人能够证明说 美牛对身体是无害的 所以不应该开放 再听一遍哦 很多立委或很多民间人士说 从来没有资料能够证明 美牛对人体是无害的 所以不应该开放 啊拜托 乡亲啊 现在哪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 一个东西对人体是无害的 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嘛 按照这个标准啊 不要说美牛啦 台牛台猪台鸡台鸭 都没有办法证明对人体无害啦 你说苹果这种东西 有没有办法证明它对人体无害 没有办法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能够证明 它里面有很多维他命对人体有益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 保证说这个东西对人体无害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东西 其实对人体有害 只是你现在科技不够发达 它检查不出来嘛 所以你要去找到说 它对人体无害的这种检验 不可能 办不到 只能尽可能的说 它目前对人体 看不到什么有害的证明 所以目前呢 如果我们要要求说 哎呀它对人体无害报告 还没有出来不能通过 这个 就是来骗人的 这种资料 做不出来 报告也检查不出来啦 所以民进党目前的一个 做法很简单 他们一方面是占据了这个立法院 并且同时说 哎呀 目前啊这个是 联合国的食品发展委员会 在七月就要召开 重新去审议这个 瘦肉精的这个问题 那到底对人体的残害标准是怎么样 是不是要重新订定一个标准 民进党都说 哎呀 为什么你们国民党 那么快就要通过呢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存在啊 你看你们就是很害怕 报告会通过嘛 对我来说啊 我觉得国民党的盘算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食品发展委员会 要么呢就会过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觉得瘦肉精没问题 要么就觉得瘦肉精有问题 国民党怎么盘算 国民党盘算 那当然是觉得 这个食品发展委员会 当然会过嘛 为什么 这个瘦肉精这个问题 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来的 大家想一下 联合国里面的食品发展委员会 在当今 美国光五月负债 就高达一千两百多亿 以及他为了要防止欧洲的危机 烧到美国自己上 他会不努力清销自己的美国牛肉吗 在目前日本 韩国 澳洲 世界二十四个国家都通过这个瘦肉精开放的时候 你觉得联合国食品卫生委员会能够大胆的说不吗 不可能嘛 美国一定想尽办法 会去压迫这个食品卫生委员会 想说我们美牛没有问题啦 所以国民党也是在赌 他的赌 没有问题 一旦食品委员会鉴定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现在 你民进党所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北欄 就是北欄 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你说那万一就赌错了怎么办 万一就是食品委员会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OK 然后打了美国一巴掌 打了二十四个国家一巴掌 那怎么办呢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对国民党来说也没差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准备要开放 目前到七月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运作下来的 不是说一开放 马上就开放 没有这回事 所以当我们现在假设说马英九 好吧 他宣布要开放 要做了 那正是在七月那份报告出炉 发现说收入金其实是有问题的时候 马英九顶多说 不好意思啊 道歉啊 不好意思啊 那就不要嘛 好吧 那就没了 没了之后 四年之后 选民还会记得那么多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毕竟没开放 伤害没有造成嘛 没有造成的伤害 你提他干什么呢 对不对 民进党在后续的四年当中 民进党一定看马英九等得出更多包嘛 一定是 之后呢 然后再拿出的更多包 再去捅国民党 可是对于国民党现在来说啊 这一群民进党的这一群在野党立委 他们霸占主席台啦 他们在里面睡觉 他们在里面吃喝啦 麻烦睡啦 遗容不整啊 吃炸鸡啊干嘛呢 这些影像都被保存起来啦 就等待四年之后的选举前 这些都是最好的宣传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作战 不管怎么样 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其实都先天性都是不利的 因为不论是 实兵发展委员会 有过或者是没过 国民党其实都有后续的 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说 健康是不需要去回护的 健康当然是需要照顾 但是在照顾健康的同时 这个健康的标准要做衡量 我想这是一个需要全盘利益得失的一个衡量 以及理性分析的 就成如刚刚远山先生所说的 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检验报告可以说 这个东西完全是武害的 那你的标准要怎么定 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年代当中 自由贸易是如此的发达 而科技也是不断的在引进的这个时代当中 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很多新出来的产物 你都要用这样的标准 那到时候这个问题呢 是会越来越复杂 而且可能还上升到一个外交层次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它对于整体国家利益 到底孰清孰重 不是说健康不重要 而是说这个健康要摆在什么样的层次 否则你说任何有可能有毒的东西 那请问这个烟啊 烟抽久了是不是也会尼古丁中毒啊 这个更可怕的像农药啊 农药也在卖啊 残余的农药到什么标准 人体也可能会死啊 这一些好像大家 其实也并不是用这么多的精力去关心 美牛今天之所以 大家用这么多的精力去关心 我想请教远山先生 您刚讲这么多 这么多的政治运作全谋的这些利益盘算在里头 美牛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是一个 政治性操作的民粹议题 美牛是不是一个民粹的操作议题 本来就是啊 它没有已经变成 它一直都是一个民粹性的操作议题啊 凡是关乎任何重大的国家政策 从来就不会是单一的经济问题 或者是交通问题 还是什么健康问题 没有 通通都是政治问题嘛 一定是在这个政策当中 国民党或民党各自拿了多少 各自能够争取到多少的选票 或争取到多大利益 如果美牛顺利通过 假设真的之后 能够签订提法 或是之后 免签能够顺利谈成功 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说 那就是最大一个利益盘算 而国民党得到了这个好处 民进党当然说 什么这种东西 怎么可以在国民党政内通过呢 所以民党当然是要积极的反对这个美牛 民党有真的有在意人民的健康 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嘛 否则2007年 他们也不会想要去通过这件事情嘛 虽然后来就是民党宣认说 2007年后来撤销啦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充其量只能够证明说 哎呀 因为2007年的时候 民党快要做不下去啦 2007年红山军早就出来 倒扁声浪 这是十足 大家都到民党的时候快完蛋 所以这件事情呢 后来才放手 所以刚刚平中圈问到 对于这个健康的议题上 那到底两党有没有为老百姓的健康 早想过呢 当然某种程度上是有 只是呢 对于立委 或对于政治人物的盘算来说 永远是选票会放在健康之上的 什么这么肯定 我是不是把所有政治人物都污名化了 没有嘛 你去问某一个立委 如果今天 你能够捍卫老百姓的健康 但是你下台 你现在马上没有选票 你干不干 不干 不干嘛 对不对 那你说 哎呀你看国民党立委 里面有很多这个反美牛的啊 为什么 也是怕选票的这个问题嘛 他也是害怕选票啊 那你说 那民进党里面 有没有这个支持美牛的呢 嗯 就是为选票啊 那就是维护自己政党的这个意见 所以老百姓啊 到底应该怎么样 在这个当中去做一个取舍 当我们都发现到 哎呀其实我们的政治人物 根本就只是为了选票 其实根本就没有在 可以我们的健康 就是专家这个政言 没有好 没有不好 各说各个话的时候 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其实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别人兄啊 刚刚我听你讲了这么多 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 你刚说到 国民党为了选票如何如何 民进党为了选票如何如何 国民党怎么盘算 国民党他的利益 民进党要如何盘算 民进党的利益 我们不是经常听到 所谓国家至上人民优先这句话吗 在立法院的议事殿堂上 不是都高挂了这些标语吗 那刚刚这么讲起来 政党的利益 是不是已经凌驾在 我们国家全民的利益之上 再来你刚讲到说 政党是为了骗选票 本来选票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 可是今天好像选票是不是 其实也不能反映人民的利益了